柯文哲講的東西 他證明了的確有所謂的疫苗黃牛的存在 而且有黑市疫苗的存在 我下午聽 我中午聽那個陳時中的這個記者會 其實陳時中指揮官 他也很婉轉的證明了 的確有疫苗黃牛的存在 疫苗黑市疫苗的存在 只不過陳時中講說 他要按照我們國家一切既有的機制 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說那就可以連到說 聯合報的那個假新聞 他剛好也是這個十萬劑 我相信聯合報的這個假新聞 新聞來源一定也是來自這個 這個疫苗黃牛 所以真的有黃牛 台灣真的有黃牛 拿到十萬劑的疫苗 是這樣嗎 東老師 按照這個柯文哲的講法 按照陳時中的講法 他沒有講出這四個字 疫苗黃牛 但我一看 這就是疫苗黃牛 不然這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 會不會是假的 不一定 這個事情 我可以提問大家幾個幾個 幾個事情 大家去想一下 第一個拜登政府上來之後 他們最近最近忙著在追 有兩千萬劑不見了 兩千萬劑的意思 打兩次就是一千萬人可以使用 第一個 所以你這個時候遇到有人跟你兜售 而且這個數量很好玩 他是十萬 是兩千萬被分拆掉了嗎 為什麼九十萬 他為什麼如果我要賺錢的話 我可以給你五十萬一百萬劑 會比較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記不記得前一段時間 講疫苗的時候 講誰先打 打什麼疫苗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新聞就是可以到香港去打輝瑞疫苗 那個數字我沒有記錯 也是十萬劑 就是那個時候就十二月一月的時候的事情 就是用十萬劑 而且是跟你講輝瑞到香港去打 所以那個時候曾經有人跳出來說 可以開放國人到香港去打疫苗 主團 台商團要先去打 那個也是十萬劑 再過來 當然就聯合報講這個十萬劑 這十萬劑就直接講就是輝瑞 好 柯文哲其實在講的十萬劑 你可以當他是疫苗黃牛 就是說有人說我有十萬劑 這事你要小心兩件事情 第一個 會不會買到髒貨 你萬一買的是美國失蹤的那兩千萬劑 那這個這個怎麼辦 因為這個疫苗不是買水果 也不是買什麼東西 他要在一定的溫度之下做保存 輝瑞要零下七十度 對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像柯市長 我覺得他這次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交中央 他說他可能應該也覺得 因為這個要零下-70度 然後就有十萬劑 所以兩個可能 一個是你遇到真的是黃牛 可是你買到的會不會是髒貨 第二個是什麼 遇到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跟講我有十萬劑 可是這個價錢一定很高 這一定不是臺北市政府能夠單獨負責的 臺北市政府 那你覺得他有趕快跟中央政府講嗎 這我就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 照理說他也趕快跟中央政府 我們有十萬劑 這通常會的改冠啊 有人要賣十萬劑 可是這十萬劑就算真的有 那個價格 還有安不安全 所以你看陳時中 陳部長 現在這個以後再講啊 他們有馬上理解掉這件事情 可是他很診癇 為什麼 疫苗跟其他東西不一樣 他打到身體裡面 所以他一定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 溫度各方面都對了 你才可以打 否則你本隊沒問題 人家好好 你不要打下去反而有事 所以這個事情可以大家注意一下 去講說什麼 我這邊有十萬劑 有人來跟我兜售 這句話更糟糕 為什麼 你民眾不懂我剛剛講的這個流程 所以民眾會覺得 那是有一包在門口 你知道嗎 有一包疫苗就在那裡 你就不要用 你看你這樣害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中央政府買不 如果柯文作人 有人買他買 民眾會覺得說 唉唷有一包在那裡 都沒有人要 你們為什麼會不收 這個是一個你不能出錯 是非常標準流程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不可能有一包放在那裡賣的 哪有那一包 哪有那包一定有問題 我剛剛他就是 我認為這個十萬劑真的是 這幾這個 這一個禮拜以來 你聽到十萬劑 已經聽到很多次了 所以他應該是有個源頭 那個源頭到底是假消息 或者真的有所謂 剛剛董老師講的 那個所謂的疫苗黃牛 還有一個大便集團 對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這裡有貨 你們要不要 這是一個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造成民眾 這一邊的所謂政治上的恐慌 就是明明有十萬 你們為什麼不要 我補充第三 另外兩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當民眾以為現在有這個 你想想看 我如果是這個不肖廠商 我就去醫院 現在大家都很怕 我就坐你旁邊 我這邊有疫苗 你要不要打 民眾懂不懂 民眾不懂 然後現在又聽到說 有人講說 有十萬劑在兜售 有人跑來跟我兜售的時候 會不會有民眾接受 那你想想看 他打進去是什麼東西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拜託大家 如果我覺得請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東西一定會進來 他一定疫苗 那會不會是中國的疫苗 不知道 甚至我講實在話 糟糕啊 如果他是假的 因為 邝文哲又沒有去講說 那是輝瑞的 美國的還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最糟糕 就是假如他進來說實在 他如果進來 他是我們有一種東西叫 禁藥 胃藥跟假藥 最好他是假藥 什麼叫假藥 生理食鹹水的話 最少怕臭不會死 你不要跟我是偽藥 偽造的 他有成分 可是那個成分又不正確 那個才出人命 現在請民眾要特別記得 這個東西 反正會是一個非常正確的程序 進來非常標準的程序 採購 非常標準的告訴你 什麼時候你去哪裡打 那我那種跟你說 我這麼有 你要來做 那種千萬不要做 特別請再請教 所以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情 這個柯文哲是不是有責任 有義務 我就是認為說 我就是認為說柯市長 你既然你要放話出來說 有人跟你兜售十萬劑 你就老實的講 什麼時候哪一家廠商 什麼人透過誰告訴你 你把這個都知道 還有哪裡的貨 對 你把這個資料 全部公開出來 我們至少知道說 原來是誰在跟你兜售 是哪裡的 你不要只講了一個 跟人家講的一樣十萬劑 那你造成第一個 社會的混亂 如果有人來跟你兜售十萬劑 你會你會怎麼反應 我一定會搞清楚說 你是哪裡來的 你是誰授權的 你會講出來嗎 沒有 他第一個 我不會講出來 我一定會把這個人的資料 告訴指揮中心 甚至我會告訴檢調 這走私的吧 對 對不對 這個資料一定是有問題 任何 而且柯市長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因為七十零下七十度要過來 怎麼可能 是 而且你看他光是飛機 DHL昨天都已經有講到說 有些國家連我那個貨運的運送 都會有問題 美國前幾天有一個新聞是 他們要去打的時候塞車塞在路上 發現我的那個冷鏈快出問題了 我整個路邊大家都煮煮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種東西不可能說 我家裡有一包 你要不要 絕對不是這種做法 那這個消息一出來 如果是這樣就不是輝瑞的囉 這個東西就是造成 大家很大的一個焦慮 那我最後補充一件事情 不是因為我一定要講 因為用現有的設備 零下七十度的輝瑞進不來 他跟他多說的是什麼 是中國的嗎 你那個零下七十度 就是全部要安排好 像我們已經都跟華航跟長榮 都討論好 如果那批貨能到 怎麼運進來 甚至不要講說 你運到機場之後 我要如何運到各地衛生局 如何運到各個醫院 每個醫院要不要準備冰箱 是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中央政府的介入 一個黃牛怎麼有有辦法 運十萬劑的輝瑞 零下七十度進來 根本是有問題的東西 那我最後再補充 因為我要講 不好意思 林醫師我一定要詐欺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的判斷說 這個不可能是輝瑞 那他就直接說 那個一定是有問題 長溫的話是中國 那如果是中國的 你要跟大家講 現在外面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應該要這樣講才對 我不懂柯市長 他是完全缺乏專業的sense 還是缺乏政治標準程序的sense 還是他只是覺得 哎呦你告訴你喔 我其實很有門路 有人要告訴我 如果是後者 不管應該是說 不管前者或後者 他身為一個 已經是第二任的臺北市市長 他還有醫療的背景 你竟然可以很隨便的講出 有人跟我兜售十萬劑 嘿嘿 結果第二天又什麼都不講 我真的覺得這是很有問題的動作 我覺得其實如果 我們用嘗試來判斷嘛 這個如果是輝瑞的要肯定 這個人他起碼要知道你臺北市政府有沒有能力來採購 有沒有經費 第二你有沒有剛剛講過 臺北市有經費 但是有沒有冷鏈的技術 這就很難講 這就不是他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是個輝瑞的代表 他一定會認為臺北市 不可能有這個條件嘛 那就肯定就不是輝瑞了 是 可能就是別的國家 甚至可能中國 為什麼 柯文哲過去 他跟中國那邊關係很密切 他住的這個葉克摩很多是跟中國 不敢說 因為搞不好有印度的 也有 也有都有可能 但是因為他跟中國關係很密切 他過去沒有去印度推銷 印度去做這個葉克摩的事情 主要是中國 所以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這個黃牛 他不可能只會針對柯文哲一個吧 有沒有其他縣市首長 也有接到 目前是沒有 你說因為柯文哲是學醫的 那我問你陳其邁也是學醫的 那為什麼這個黃牛不去找 對 如果不去找陳其邁 對啊 黃偉哲是跟郭文哲的 對啊 黃偉哲 對 為什麼我們不跟他們聯繫 他們也 黃偉哲是哈佛的 對 跟郭文哲 就是說你可能說 其他縣市首長不懂這個 柯文哲是醫生 還有其他醫生 而且還是民進黨籍的 民進黨他如果可能跟中央的關係 比較密切 可能 可能 還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他不去找黃偉哲 不去找陳其邁去找 找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很多邏輯不通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到今天為止 那邊裝神秘 更加大家的懷疑 那是不是你自己掰的 或者這個是不是 會不會是中國的 你跟中國關係好 中國跟你 但是我們看 不敢說他是掰的 好像搞不好也留一手